热神 热神的儿子 诶 皮卡丘吗 好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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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李七一 诶 春天来了 然后呢我今天来到了一个北京非常非常欢乐的地方 是哪里呢 我 诶 欢乐谷 没有错 但是这次来到欢乐谷呢 我听说要给我发布任务 说 跟往常反正不太一样 要给我 不一样的挑战 我也是非常期待 是什么样的挑战 对 然后我现在就要进去了 啥玩是他呀 对 对 只要他这儿不舍 他就能一直陪伴着我 之前这儿园圆最喜欢玩的三个箱子是什么 最喜欢玩的三个箱子就是欢乐谷的三个过山车 对 分各种颜色的 就是 我有个名称叫过山车刷手 这个过山车应该是本园里最快的一个过山车 非常刺激 在过山车上面唱歌 那不是神经病吧 这也是先祝祝来挑战吗 在过山车唱歌 那我隔壁的人 对他来说是个挑战吗 这是我来过对人的小品 所以说不舍真的不舍 接下来 给大家直观一下过山车上的场 我们这马上就要出发了 单线任务 现在已经就是 坏了一个了 皮卡丘被没收了 坏了 这个推背感还坏 坏了 前面肯定是唱不了 是这点 就是热身 热身而已 皮卡丘呢 只要开这种路线 不是说皮卡丘就是不那啥 其实是皮卡丘被 被工作人员给没收了 这个是什么呀 既然皮卡丘没了 再赢一个 可以再开箱 等等等等 这种路线 这种路线 就走不动 路过了篮筐就走不动 路过了篮筐就走不动 什么是快乐星球的 什么是快乐星球 什么是快乐星球 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快乐星球的话 就走不动 那不 我就带椅子就走 大家好 我是洞管 我是洞管 我现在呢 已经登上 登上这个 蓝色团人车了 对 然后呢 我旁边呢 坐的是一位 第一次坐的这个团人车的 一个人很乖 我首先想采访一下她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 我现在就是 十分后悔 她说她十分后悔 但是我觉得 这算是一种 非常好的体验 然后呢 体验之后呢 可以觉得自己的心情 非常享受 今天这部分天气 比较有点辛苦 谢谢 是的 然后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 希望大家以后呢 玩大摆锤 就得玩四点以上 我的两位伙伴 已经就是要记忌了 真开心 还没玩完 还有两个过程车 还有一个跳楼机 其实我个人觉得 跳楼机很过瘾 天生就是当一个设计者 五高还一枪 五高还一枪 一架 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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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狗 二狗 五狗 二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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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糟 三糟 四糟 五狗 六狗 六狗 一糟 二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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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糟 三糟 六狗 五狗 六狗 四狗 三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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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糟 三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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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糟 二糟 三糟 三糟 大家好,我是冻乖,大家好,我是冻乖,现在呢,他这里第一排不让做,第一排不让做呢,那没办法,就是,不是第一排就最后一排,还是蛮累的,在今天的整场,整场快乐,整场快乐当中,还是蛮累的,但是呢,冻乖呢,今天也是做好了,就是为大家健身的准备,来给大家感受一下, 一遍,然后到时候会告诉你们,哪个好玩,哪个不好玩, 你不却对我说,童话里都是别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你是我,从你说爱我以后,你的天使好好了, 他怕的,他懂的,他懂的 地瓜地瓜,我是冻乖,冻乖,冻乖现在呢,已经到达了一个四十五十米左右吧,但是呢,其实觉得还好,因为呢,我们这个是慢慢的缓行,缓行,对,然后呢,现在大约到了一个七十,七十米的左右,七十米左右,然后我已经感受到,感受到了,就是要要开始了,要开始了,要开始了, 玩这种东西,就是为了喊,要么就是笑,就是释放自己心理的那些,平时,对吧,平时谁在大道上喊,对吧,我之前,我们最搞笑的,就是有一个我们的同学,然后他玩,玩懂,你知道咋玩吗, 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非常自欢乐鼓,新开的,经典刺激的项目,没有玩,新开的,对,啥子,肯定不是过人这个啥样,呃,这个项目呢,也是粉丝们极力推荐你让你去的, 你敢挑战吗,问这话都多语, 接下来我们大了, 你回家了,李老师,猛死的家, 我十岁之前都没有说这个, 我就是大鱼, 好多心情啊,连生过后,我们就出发了, 有多愉快,我们稍后再见啊,各位, 好了,各位,我们出发了, 一旦解 accessories, 一旦也挺ением拌的 attached 竟然比赛もの公园 一旦结束了王子回家的设定 那么最好 recuerdan公主啊, Fukushimaique 我此时此刻我是盲目想划除相见的 但是呢我也想记录一下本人的第一次选择文化 哈哈哈 我去试验了 哈喽 现在呢已经太阳已经要落山了 今天在欢乐谷的一天也要度过了 还是蛮快乐的 然后玩了个选择铺 确实是人生第一次 还是蛮好玩的 我今天也玩了很多很多的项目 然后大家估计这段时间也会去很多地方去游玩吧 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关心跟建议 就是一定要脱好防晒 对做好防晒的工作 然后呢如果来到像游乐场啊这种 要玩过山车的一定要戴个帽衫啊 一定要戴个帽子好不好 要不你们的头发绝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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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掉 我已经很饿了 所以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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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